你剛剛有說踏摔倒的感覺嗎? 有 我在車上一直跟騎騎講 我們那邊外面有階梯 我們等一下摔倒都要好笑 他說 萬一他摔倒的話 我們直接做洗杯的那個 我說我會跟上的 我會跟上的 我會看好的 林妖佩 時尚秀 好 大家有需要什麼樣的姿勢嗎? 愛心喔?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的風格 要問問他們 他們就想要看愛心耶 天啊 欸 這也太好Q了吧 林陽CP 果然不是叫假的 微風夕夷之夜 27日傍晚舉辦超未來幻想之夜 是百惠夜在微解封後的 第一場大型時尚活動 為了充買氣 特別請來忍氣震望的 奧運與球商打金牌 林陽 王麒麟 壓軸走紅毯 兩人穿上三宅一身男裝 帥氣又有型 卻直呼實在太緊張 比奧運的時候比賽還要緊張嗎? 真的 奧運 因為是在自己的領域上啊 所以可以控制那個 那個比賽的那種氛圍 這個是我們不熟悉的 所以可能還是都還在摸索 兩個人昨天有 就是模擬什麼走紅毯 這一件事情 就是一直來回多呼 其實是緊張的來回多呼 要不要幫今天兩個提示的造型 相當的聲音一下 很亂 很亂 可以緊張 這樣子有蹭多呼 他不只175 快要是180的感覺 哈哈哈哈哈哈 齊麟 配上這張 這一身服裝 越來越帥了 所以要給他幾個嗎? 九十九 對 一分是我們永遠不覺得我們 極格 我們永遠不覺得我們最好了 我們要一直向前 沒有人與人類你 那邊有個水都嫁 變為水都嫁 再可水都嫁 我也水得渣 我睡得渣 我睡得渣 金曲新人獎得主 壞特 擔任現場演唱嘉賓 穿著MM6秋冬新裝 一連四首歌讓歌迷大薄耳福 首度參與時尚之夜活動的她 坦言想趁機寫拼帽子跟墨鏡 開始累積了越來越多的帽子了 就是現在我開始會研究說 帽子的顏色 帽子的型 然後像我自己喜歡穿的那個衣服 也是比較亮色系的 所以就會去想辦法去搭配的帽子 跟我的衣服 我喜歡有幾何圖形的 像是現在你們看到的這個 Mason Margiela的這個品牌 它就是有一片片裝的 這種有一種幾何造型的感覺 我很喜歡這種類型的衣服 或是墨鏡 或是帽子 同位演唱嘉賓的樓俊碩 則以Paul Smith 印花襯衫 搭配APM 文視展現未來風 各位朋友們 線上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秀樓俊碩 哇 他們都很認真喔 下午就在這邊等待你的出現 而為了回報粉絲們的熱情 他也首度公開現場新歌 補了 時尚動經文 耳朵要懷孕了 報導